Dada 鋪頭 醫生指證 中度抑鬱 飛車特技 獨綁瘋魂 因為我去看她的電影手影 發了訊息給她 那 Dada 怎樣說呢 她有啊 她不是造成怎樣的 不是吧 Dada 居然覆化天有 她 8 號就突然說有壓力 宣佈適應 雖然 10 號點讚復工 幫彭浩祥和萬珠沙華補戲 有讀者說在澳洲見過她 但是經理人通牌就欠你啊 趁日潛水 13 日 她在微博蓬了頭 讓你難過的事情 有一天你一定會笑著說出來 這麼好風景應該好 relax 啦 她親友昨天還提供了 兩張 Dada 的醫生指給我們 正所謂有圖有真相嘛 4月 3 號被醫生診斷為抑鬱症 中度 難怪金像獎那天她透露說壓力大啦 第二次就是 8 月 12 號 醫生還要她休息 21 日 聽說 Dada 還未承受到年番的負面報道 家人還未准她看新聞 那何買到醫生實約 唉 她全面停工 有份召飛那套重口味的宣傳計劃 真是被她打到亂了 先念慈慈一就說 一來就會發律思信 二人對薄公堂 事在必行的啦 Depid